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宣家女娃娜 每周除了有一些报酱的娱乐新闻 和有料的艺人专访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可以陪着大家的好不好 Exactly 我们就像个娱乐盲盒 每周都等你来看一下 刚才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即将在7月11日 全马上映的 马来西亚制作的电影 GOLD的预告片 还有男主角陈哲耀的访问 我们一定要支持 我们LOGAL制作的电影 GOLD BASTIBOLE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之前我和Joey 一起去开箱的一个影片 那这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呢 大家来看一看VCR 欢迎收看家女娃娃 我是黑的黄真心 你好我是Joey 江颖一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背景 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的新鲜鱼丸 第一集开箱将会在JOLAN JOLAN JOLAN JAPAN 这个JOLAN JOLAN JAPAN 其实是一个二手店来的 你有试过在二手店买衣服吗 我直接去日本的时候呢 就有趣会在二手店 一进去 直接扣至少五十八千价钱了 是 二手店呢除了可以省钱之外呢 在二手店买东西可以给一个东西 再次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第二次的机会 那其实在日本呢 有一个收纳大师叫Mari Kondo 他觉得呢 不需要的东西 就赶快把它丢掉了 你不要的 你放出来 可能对我来讲是个宝叻 对哦 就是One Man's Trash Magian and Man's Trash 很像Mari Kondo 好 那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有买保险吗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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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选 五件物品 我只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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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件物品 所以说 我只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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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跟你们说的东西很好笑的 我跟Hayden每次拍摄 你们的衣服都会撞到眼色 所以其实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Taste 还是我们的Fashion Stance都一样 很有可能 我们看看等一下 我们购物过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吧 Jalan Jalan Japan 哇 好 我们来到了Jalan Jalan Japan的店面 我们现在只有二十分钟选 不过不多说 我们先来衣服 我们现在先找衣服的 我只有二十分钟 即使Jalan Jalan Japan 除了卖衣服之外呢 还有卖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书 包包 枕头 家具等等之类的 包包就已经很多了 我怎么能开始 完蛋了 我来这边 我应该 走不出去吧 不是天堂 女人的天堂 那今天 要走什么风格呢 可能只有我们先定一个设计 可以 你都选择太多 也不是一件好事 这件蛮美的吧 其实这个衣服就已经很好了 这种内衣 应该会很棒 然后我们再看 有没有一些小外套 等等的 我再选了一件 我只有二十五分钟 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 长裙到底在哪里 怎么办 可以不可以只是穿一个睡衣 其实瑞希也蛮适合的 是不是这样吧 等一下我们开一下 女神的外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十个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件好看吗 先 好吧 这个还蛮不错 很特别对不对 好看吗 这 其实我可以不可以 买小孩子 服务 真的很美 可是我觉得我穿不紧 算了吧 有点短 我觉得可以 讲真的 你是真的来购买的 不然是真的 难道你是假的来购买 你看整个购买满的 我有五件 我只有三件 好 我用手拿就好 我们自己去努力一下 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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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剩下五分钟的时间 啊 你练在哪里 我有选择困难山 你去我 今天是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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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吧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 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15本来装 装 装我好像很有内涵的样子 然后去绑在叶根 小根啦 现在我有五样X series 有个包包 有本书 然后我们要先去换我整套衣服 来看这些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可以找一个 比较长袖一点点的 白色T恤 全白了 全白了 我现在是在拌一扣了 有的话 有东西出来的话 我会去东西一点 我去换你了 再见 怎么样 有没有韩国伴侣的样子 我这个才叫做 Bagstreet Boys 我的天 有 有 好 那我们现在的Bagstreet Boys 已经完了 好 Bagstreet Boys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找陌生人 来比较我们的串作 好吗 如果得到一分的话 我们将会将一个家里丸 串在这个串串上面 对 我肯定这样子 少少都是手是串的 少少 我应该会是五串吧 我们看这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吧 Let's go 我们有找到我们的目标了 在什么一年 你觉得我穿得好看还是她穿得好看而已 应益余丸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阿姨 阿姨 你啊 谢谢 你还有鸡蛋 在吗 阿宝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给你问 阿姨 你还要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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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打招呼 本来是我赢的 所以 我们来到JalanJapan吧 这边的店员一定有看过 很多人都在选衣服 购买衣服 他们都知道 到底谁的配色比较好 我觉得问JalanJapan的店员是最好的 可以 你还要打招呼 你还要打招呼 对 我 我 我 你 美国风格 对 谢谢 你 你比你搞不好 好 谢谢 好 所以我就拿了四颗鱼丸 Joy 我也不错 我也有三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虽然是二手的衣服 裤子 或者是灯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穿在我们身上 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的 但是今天我听说这众人讲 输一下 好了 你们 谢谢老板 走 我倒把钱 买 谢谢 谢谢老板 可以了 欢迎回来宣家女渔丸 那这一周呢 我们整理了什么 爆浆娱乐新闻给大家呢 是的 爆浆舞 片山梁太 摆下了金曲奖 耶 哇 面诗活动 面诗活动正式开启了 那青春有你 国际版呢 他们就有向全球招募男选手 而近期呢 在北京呢 他们也已经开启了这个面试活动 那在微博上呢 也有很多路透的一些图呢 也有很多参加过选秀节目的一些选手们 再度回锅了 而且还有成功出道的XFORM成员 段欣欣 刘冠佑和孙银浩呢 也会来参加 你会去参加吗 我会不会来参加 你够摔吗 我当然够摔啦 OK 因为呢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海选呢 将会在明天和后天 在St Giles的这个Blover Hotel呢 举行 所以呢 有兴趣参加的男孩们 千万别错过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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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